我們當然都希望說有子女啊 每天帶我們出去逛街啊 陪伴我們啊 聽我們說說話 可是廖大哥你為什麼這麼特別 你跟子女說 你們都不用照顧我 這是一種腮哀嗎 還是什麼意思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包括現在啦 現在比方我跟我孩子出去吃飯 我都會固定跟他一起 有用餐的時間 那固定跟孩子約好 是一個禮拜一次 還是一個月一次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一次 就當是全家聚餐嘛 沒有 不同 跟孩子不同 因為他們時間不好約 對 他們兩個時間不好約 所以你分別跟他們吃飯 這樣吃的機會比較多 了解我的意思吧 這樣我了解 分別約是 就是每個禮拜 那固定約的話 大概一個月 一個多月會有一次 就是全家一起的 那我跟孩子出去吃飯的話 其實我現在跟他們講 我說你老爸還有賺錢 然後你們現在可以多存一點錢 老爸出沒有問題的 那以後你要不要孝敬我 OK 然後呢 你要不要養我 OK 然後我都OK啊 對不對 然後反正呢 我跟老師 韓老師一樣呢 就是我 因為我 我也是覺得 如果我全部靠孩子的話 其實那很不可靠 很沒安全感 很沒安全感 所以先把話講清楚 然後我也會跟他講就是說 反正我有我自己的規劃 那如果你們要來養我就OK 如果不養我就把房子賣掉 到時候就是把房子全部用掉 然後我大概也再見了 這是什麼話裡話外的意思是 你如果有養我 以後就有你的 你沒養我 就你什麼也別想 沒有啊 就是說我沒錢 我只能去處理我的房子啊 對不對 這是合理的 就是也是以防養老的 這樣一個觀念嘛 是 所以你不要讓他有壓力 他或許他想要養你 但是他沒有能力啊 也或許他願意養你啊 所以你讓他沒有任何的壓力 他反而覺得跟你相處 是很輕鬆的 所以每次跟孩子吃飯都講這個 他們會不會覺得 不會 我只說我講過這些 所以你還交代了說 你如果生病急救的話 NO 千萬不要 那種什麼 打死不插管 不要給我什麼搞的 那種什麼 叮嚨不嚨搞的 攤在這個地方 依據那個活的屍體 很恐怖耶 剛剛你們講說照顧媽媽 誰到醫院去 我剛剛從醫院趕來 因為媽媽就住院啦 就跌倒啦 然後就摔倒啦 那怎麼辦 就是你照顧啊 對不對 然後其實你看到旁邊 真的就一堆啊 就是外勞啊 我們家也有請外勞啦 可是那個孩子在旁邊的感覺 很重要 我們這一代啊 六十歲上下的 王孟靈講過一句很經典的話 這是我們敬孝道的最後一代 也是被子女放棄的第一代 有這個認同嗎 有喔 老師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嗎 有 真的喔 不過我不必擔心這個啦 所以你面對這些種種 你就不要去搞那些 好像你已經半死不活的 不要 他也不會來照顧你啦 所以說你堅決不插管 不插管 反正就是好好的來 就好好的去嘛 就這樣嘛 而且喔 你也很浪漫的 你說你不要零鼓坦 就要楊明生的花葬 我剛剛跟韓老師 韓老師在講的時候我就在笑啊 韓老師要樹葬對不對 我只要是省錢的 只要是就是樹葬 執葬 花葬都可以 哪一個有空就哪一個 有有 現在都有 但是我比較確定希望是花葬 因為我覺得 你還是要有花的 什麼我很花 我說你還是要有花的 對 因為我覺得花葬 因為我自己家裡面 院子也種了很多的花 我覺得花葬很好 而且我特別交代我們的孩子 因為花葬便宜 環保 沒有壓力 我跟你講十年之後 沒有人會來祭拜你的啦 你通常要想清楚 放在那個地方 我唯一的一個要求 就是我掛掉 放在花葬區的時候呢 你務必要在我的那個上面 種一顆牡丹花 這是有一個 為什麼一定要牡丹 因為我一輩子都清純 單純 感情也專一 掛掉那一天 至少牡丹花下死 哦 要當風流鬼 不是 哦 是喔 那你的財務規劃 財務規劃說 現在就有一間房子 可以收租啦 然後自己住一間嘛 對 我現在有 等於我現在有兩個房子嘛 對不對 然後我以前因為錯誤的理財規劃 然後等到那個雷曼兄弟來的時候呢 所以呢 那就 都沒了 好啦 那個往事又不用再提了 講雷曼兄弟要哭一片 對 好多人 有一個新聞你還記不記得 當時雷曼兄弟有一個人 在那個炒完了 在那個櫃台這樣 就跳到樓下了 你們還記得那個新聞嗎 好多 那個就在我眼前看到的 我就在眼前看到啊 砰砰砰砰砰 砰 下去 那我 我覺得那一天給我一個很大的震撼 何必呢 就過去吧 然後呢 大概 比方我投資了十塊錢下去 那個時候大概有沒有剩一塊半吧 沒有 好像沒有 大概一塊半都沒有 所以後來任何的什麼銀行啊 理財 投資打電話給我 我都很客氣地跟他們講說 謝謝 好 謝謝 其實我心裡面在想 我放你媽的狗屁 但偉凡哥 就是說你現在運動是保持健康的 每週的菜單是什麼 台北近郊有很多的礁山 我一定會去 固定會去礁山 然後呢 還有就是我每一個禮拜 我最少告訴我自己要有四天 那走路呢 要超過一萬步以上 而且是快走 快走一萬步 一萬步大概多少公尺啊 四百公尺的運動場 要走幾軀 不只四百公尺吧 我沒有用量去算 大概要走一個半小時以上 哇 那體力很強 就是 不是散步喔 是快走 對啊 你是快走 所以我常常一個人呢 還有跟我的朋友呢 就搭個捷運呢 到關渡 然後從關渡順的淡水河的河濱 那個河濱那個腳踏車的步道 是 然後我就走到魚人碼頭 然後再從魚人碼頭 走到那個輕軌站 喔 有的時候走到十三行 就是巴黎的十三行那邊去 然後飲食你也不忌口 不忌口 其實我吃還好 我有一個原則就是 你沒有三高 沒有 喔 哇 那很棒 因為這樣喔 就是說 當我想要吃肉的時候 燉了一鍋豬腳 就狠狠地吃它一餐 然後你接下來幾天 你就沒有那麼渴望了嘛 那頂多就是炒菜的時候 放點肉絲啊 然後就吃得很簡單 蔬菜為主 是 我想說 所以你的人生裡 也沒有退休這兩個字 就是有的賺繼續賺 然後在 雖然後事也都交代完了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 生命的目標要去完成 那幹嘛要退休呢 退休很恐怖啊 退休有一堆人在我的旁邊 看起來就像得了老的人 痴呆症的感覺是一樣的 不能退休啊 誰 不是 我說我很多的朋友 退休之後 他如果沒有規劃好了自己 那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東文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是有在節目裡面 常提出 如果退休 退休要先練習的 要先準備的對不對 其實我的退休是這樣 我覺得不是說 我到了六十五歲 退休了 開始退休 而是漸進式的退休 像我現在就已經開始 進入了一個所謂的 漸進式的退休生活 那比方講 我告訴我自己 我不會等到說 以後有空了 所以我就會把休閒規劃在裡面 我告訴我自己說 這個月的露營日是哪一天 我就先規劃出來了 那我會控制說是兩天還是三天的露營 我就一定要排進去了 那這個時候我排進去露營這件事情 我就開始邀朋友了 瞭解我的意思嗎 那我的走路 我可能一個人走 老師一個人走很寂寞 大概這個禮拜我會規劃走長的路 我就會規劃找誰找誰 那就像我最近呢 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我已經開始做一個比較大的規劃 比方講 前一段時間有一部紀錄片 演那個朝聖之路 謝哲心續過 瞭解我的意思嗎 那我最近呢 就一直在為這件事情預作準備 我在想從法國 跨越了P-06-43 然後到了西班牙 走當年一千年前 當時大家朝聖的那種心情 到底是什麼 那很棒耶 大概四五百公里吧 大概一個多月可以把它走完 一個多月啊 可以慢慢走啊 有時候你不想走 就停下來多住個一天啊 然後 吃得好嗎 好像你都住一些什麼 我還沒去過啊 什麼打肩啊掛單啊 我也是因為 有一個人介紹我一本書 我讀完之後我就決定去了 那整個書裡面的描述 那因為它已經有一千多年的 這樣一個歷史了 所以沿路的民宿 旅館 還有所謂的那個救護站 都設置得非常好 哇 這是你接下來的一個 很浪漫的目標 很浪漫的目標 所以 每個人個性不一樣 謝哲心走那一趟也滿辛苦的 然後我是跟他老婆約了說 我們兩個不要走 他走他的 我們在他下一站 坐在那邊喝咖啡 吃法國料理 等他 然後等他到了我們再吃一頓 然後他再走我們再飛下一站這樣 也參加了嘛 那也算啊 這樣不好喔 好難聊喔 好難喔 我還問你還有經營YouTube頻道 你現在是網紅喔 沒有沒有沒有 分享親子教育 還沒開始喔 正在製作當中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是一個單親爸爸 教養兩個孩子對我來講 是生命中很快樂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不給孩子壓力是因為我覺得孩子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我不要給孩子壓力 我不要給孩子壓力 所以呢 我深深地覺得那個是爸爸媽媽的問題 所以我一直在想就是說 我想要用一個YouTube頻道 因為YouTube都在講那些有根沒有什麼露奶子 那我覺得拜託不要再搞那些了吧 可是你要搶點閱率 那你的節目前面的名稱就很重要啊 我想了一個名字叫做愛的甜甜圈 肯定不會 很溫暖 誰要點閱啊 不會啦 因為我有很基本的所謂的 因為比方我常常有親子教育的演講嘛 什麼什麼的 這種 我覺得你要有一個基本盤 我們這個時代不一樣 像我想到什麼 廢物集中營啊 這是什麼 這個好 爛貨俱樂部啊 好 欸 我們可以 愛的甜甜圈之 廢物集中營 欸 不錯喔 什麼樣的父母 你想養出廢物嗎 來看這一次 我跟你講這樣的話 有很多的父母會不贊成的 因為如果你用廢物去講人家的孩子 其實就是反向的反向 我當然不想成為廢物 我就看看說到底是哪些教育 會把孩子變廢物 當然你可以有一 可能你一開始的題目 你可以定說 怎麼樣的父母會養出廢物來 廢物是怎麼樣的父母養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很驚訝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每一天 每一次啊 用個大概五到十分鐘 短短的 去談一個親子教育的觀念 來 我們這邊問一下 林玉佩老師 老師妳有規劃妳的大樂退嗎 有 早就準備好了 真的嗎 甚至於遺囑這些也都列好了 人的意外真的是很難 很難說的 真的 不要這樣啦 你們都有長壽的基因好不好 來 希望 等一下我打個岔 我先打個岔 人長壽基因跟意外是兩回事 對 就像你今天早上 如果你不小心一滑倒 後面剛好是一個門檻的話 偉峰大哥說的就是我不小心滑倒 然後是一個門檻讓我藏費了一年 你知道嗎 那天我去露營 何獨林還是我的同學呢 我以為我的兩隻狗是我的兩個小天使 竟然是冤親債主 冤親債主的